你很難想像 700 million 這麼多錢 他說政府要出這麼多錢來救那些 所以他現在講來講去都未講得到 曾經一度又推翻 待會又不想講 因為你不推翻又怎樣呢 現在不只是他 也有些大銀行 他說其中一間很大銀行叫 Washington Mutual 就是這間最大銀行很有經濟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關門 還是 Trace買了 被Trace買了 他的股票由幾十元跌到十六千 十六個千 你聽到的時候很恐怖 然後很多銀行經濟現在會越來越差 我自己也看得出現在是末世 因為很多銀行會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不要像以前這麼多銀行 現在越來越多銀行集在一起 是的 告訴我們我們在末後這個時代 我是你們讀書做工 但是你不要說 我將來我要做一個有錢的人 我有一個大車 有一間大屋 就是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世界 你說神會使用我 你幫助我 將生命給耶穌 神會使用你 你不要懷疑你自己的能力 你只要你願意就可以了 你願意神就會用你 我們剛剛去完一個聚會 就是梁國權 很特別的 我想一會兒文言和Jay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 就是他一個人發現了很大的影響 神又使用這個人 那是不是你們將來會成為梁國權 不是 你會成為Jay就是Jay 但是Jay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Jay 那梁國權是做什麼呢 他不是牧師來的 但是他是神學院的講師 他就講聖經 但是他講聖經有一個很好 他就是去幫人去想 去分析 就是你不要接受了別人的那一套 你要自己看聖經 由聖經這樣告訴他 你就去接受 當他查經的時候 他是提出一些問題 我們第一天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沒有去的 我去的時候 他就問了一些問題 我們那裏有些牧師傳過人 他說 OK 我給你第一個問題 你和旁邊的商量一下 然後商量之後 發覺不容易找到答案 但是接著他就分析了 他分析之後 真的有答案 他會有這種分析的能力 會幫助那些人 在香港的時候 他就在去年12月 就是年尾 就開始兩個查經班 開始的時候 人數不是很多的 可能是 我不記得清楚 一百二百之類的 但是誰不知沒多久 他就已經開始六個地方 其中一處就是一間 珍光女子中學 用他很多的班堂 用他很大的禮堂 人數是很多的 現在可能有幾千人 有六個地方是在舉行中 他現在就想在地域開始 即 看到他 他就激勵人去看聖經 我亦都想大家每個禮拜真的看 看完之後 早上真的問 讓你有回應 你肯肯回應呢 最重要是回應 最重要是在神面前有回應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這時候我想 阿J 和阿文出來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就是 怎樣神去使用他 和怎樣去激勵他們 我們也想一下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你又最容易一步 你不要想著我第一步 我現在做梁國拳 你不行的 你做第一步先 你要受訓練 你要看聖經 你要多祈禱 然後你下一步下一步下去 OK 嗨 大家好 昨天 午夜不是黑 昨天的中午 兩點鐘到六點鐘 我和阿姐都去了 任國權牧師的那個查經 我們是查… 先生 任國權先生 不是牧師 不是牧師嗎 不是牧師 不是牧師 哦 是牧師 他是查旦爾地書 我覺得他很有幽默感 他很有幽默感 而且我很欣賞他 即是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在說話的時候 真的帶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又不給我們答案 要我們自己去想 然後到第二天回來 才繼續回昨天的問題 我想分享的就是 他解決很詳細 每一個字 每一個眼 都混合了很多意思 就算單單是一節 不是一段 是一節 一節經文 都已經… 又歷史 又說的地理環境 人物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包括了很多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我去了這兩天 他大被… 即是大被影響我 和大被我的震撼都挺大的 其中一件我想… 我很多東西都很想分享 有一個就是 他昨天說到… 我們基督徒 怎樣才可以… 即是怎樣才可以從一班人入面 分辨到我們… 原來我們是神所揀選的文呢 其中一件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吃飯之前祈禱 當我們在一大堆人入面 吃飯了 我們在祈禱完才吃飯了 這樣… 即是… 可以在… 可以被人看到 原來這個是基督徒 這個是神所揀選的文 這是很榮耀神的那種舉動 以及很榮耀神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挑戰我們 你們願不願意 真是… 無論在家、上學、任何環境之下 都不怕雨、不怕尷尬 在很大群人面前都敢祈禱 然後告訴我們 我就是神所揀選的子民 我們是無福的人 而不是… 而不是覺得很羞恥 啊!我是基督徒啊! 我要先拿起來了 你們不要知道我是基督徒啊! 而不是這樣 那… 還有… 那… 我們講到達爾利書 有時候我們會… 神… 當我們去依賴神和信賴神的時候 神是會令到我們在人面前蒙恩 即是得到人的喜愛 但是有時候… 神… 神令到我們得到人的喜愛 嗯… 有時候… 或者… 我們會去祈禱 求神給我們一些東西 但有時候 神不一定是立刻答應我們 甚至是根本沒有這樣去做 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去問神 啊!或者埋怨神 為何神不給我 為何神… 即是… 不… 不供給我 即是怎樣 但是神一切都是有安排 祂是有安排的 嗯… 還有… 裡面… 在達爾利書裡有一節 是講到… 有三個… 有三個人被… 等到火裡 因爲他們不肯去敬拜 那個… 那個… 那些偶像 那些偶像 當他們等到他們之前 就講了… 嗯… 如果神…我們的神是真的 祂會救我們 但是如果不救我們 都算了 我很欣賞他們那種 很勇敢 很… 很勇敢 很勇敢無謂的精神 嗯… 就好像我們遇到困難這樣 那… 我們不停地提求 神要救我們 但有时神不救我们,我们会埋怨 但是相比起那三个人 神救我们,神只要救我们 神不救我们,不要紧 那我神天堂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真实的 另外想起,如果真的会面临世界每日的时候 神会祈祷,神救我们,或者怎么样 给三餐满足我们,或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神真的没有这样做,我们都不需要紧张 那我们上去堂堂吧,那就算了 多谢